6月7日,由腾讯影业、企鹅影业、柠檬影业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《泽天际》在上海举办开机发布会 主演陆寒、古丽纳扎、陈述等亮三现场 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泽天际》自项目公布以来就深受关注 小说自2014年5月连载以来,已累积数亿的全网点击量 长期缠连全网小说排行榜前三甲 据悉,电视剧《泽天际》讲述了人妖魔共存的架空世界里 以陆寒饰演的陈长生为代表的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 被文景与所饰演的角色有何一同点 陆寒认为耿直是本色出演 而陈长生所表现出的冷静是对自己的一大挑战 相同点我觉得应该是都是广角 对,是比较相同 不同的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平常比较冷静 像陈长生,就是我们自己家都比较冷静 就是我们一百样做 所以就说,不知道怎么样去饰演那份冷静 这么多的冷静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电影 作为陆寒的电视剧首秀 陆寒为该剧奉献了多达七个第一次 第一次拍电影剧 第一次拍电视剧 第一次去横店 第一次去横店 对,他的第一次在戏里面算演一个学霸 哇,学霸 对 阅长 阅长 第一次演一个算是领袖吧 阅长当然是领袖了 对 五哥第一次了 五哥 我第一次在戏里既有一个,是不是有一个徒弟 三代徒弟 对 还有最后一个第一次事 最后一个第一次应该有想想 会不会是因为你有感情戏 哦,对 有感情戏 终于有感情戏 对 因为我看过他的电影 他没有感情戏 对 之前拍的都没有过感情戏 女主角古丽娜扎饰演的徐友荣 则是拥有针缝血脉的剩女 她外表高冷 内心充满正义感 之前她我也演过温柔 敏甜的 也有演过古丽精怪的 比较霸道的 但这个是有功能 它比较有 比较有酷的一面 然后是一个高冷的晕点气 所以我还挺想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